Scooby Shoobee Girl 你在哪 我沒有工作要做 《Scooby》是一部相當長壽的動畫 從1969年開播至今 都還在推出新系列 有多少人在過去 是有看過這部動畫的呢? 那各位是否知道 早期的Scooby 因為定位是喜劇的關係 所以劇中時不時的 都會放入罐頭笑聲 而且因為你都要留下來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來帶大家看看 關於Scooby的冷知識 Scooby是作家喬盧比 和肯斯·皮爾斯 所發想的一個系列 之後有製作過摩登原始人 和傑森一家的 漢娜·巴伯拉動畫公司 製作成動畫 以前有在看卡通頻道的觀眾 對這個動畫公司 所製作的動畫 一定都不謀生 而Scooby最早的劇集 是叫Scooby 你在哪裡 於1969年美國CBS 電視台首度亮相 這個版本也是過去 在卡通頻道上放送的版本 還記得當時Scooby 還被翻譯叫鼠鼻狗 他在劇中也被大家稱呼為鼠鼻 是神秘事件公司的成員之一 每集淑比都會與夥伴 薛吉 弗烈德 戴芬 威馬 乘坐一台藍色鄉行車 神奇晚能車 去調查跟解決各地的超自然傳說 故事都是採單元巨型式 每集都是一個獨立實踐 由四人一狗 合力破解謎團 到了最後都會發現 那些超自然現象的主謀 其實都是人類 而這個Surfshark VPN 則是這次的贊助商 Surfshark VPN 可以帶你打破地區限制 讓你前往各大受地區限制的網站遨遊 另外號稱裡頭有上千部影片的Netflix 在台灣卻只能看到裡頭的一小部分 如果想要解鎖這些無法觀看的影片 你只需要Surfshark VPN Surfshark VPN 就能解放這些台灣沒有上架的海量影片 不管是Disney Plus、亞馬遜、Apple TV、Hulu 都能使用Surfshark VPN 解鎖地區限制影片 當然Surfshark的功能可不止如此 Surfshark裡的附加服務 Surfshark Antivirus 可以提供你一套全方位的防毒軟體 Surfshark Search 讓你可以無痕跡的搜尋 不怕關上乖乖的網站 會不小心被別人知道 Surfshark Alert 可以掃描常用的電子郵件 帳號密碼 信用卡資料 身份證 是否有遭到外洩 讓你上網能更安全、更自由 這次Surfshark又給了我折扣碼 只要點擊下方的連結 獲取Surfshark 輸入折扣碼YOZ 訂閱兩年就能獲得一期折的優惠 外加三個月的免費試用期 試用後不滿意 還有30天保證推款服務 相當推薦有需求的人使用 回到主題 Skubi你在哪裡 後來也於1969年至1970年間 推出了兩集 收視率也非常的好 1972與1973年 又推出了新的劇集 新Skubi電影 Skubi這系列也大受好評 成為了當年 家喻戶曉的經典動畫之一 Skubi 曾見過蝙蝠俠 1972年的新Skubi電影 它其實是一集一個小時的電視連續劇 一共推出了24集 這部的特色就是它有與其他的動畫卡通角色 以及當時現實中的大明星進行連動 其中我們就能看到蝙蝠俠與羅賓 還有小丑跟企鵝等相關的角色 出現於劇集裡 他們的造型還採用了1966年 蝙蝠俠電視劇裡的造型 在現在來看也算是個夢幻連動 除此之外 還有阿達一族 70年代的知名歌手 桑尼與雪兒等等 每集都會有不同的明星或動畫角色 來幫鼠筆他們解謎 當然那些大明星也是找本人來配音 這部也算是Skubi最豪華的系列作之一 Skubi 的起源故事就要從1968年開始說起 當時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兒童節目主管 弗雷德·希爾弗曼 正在尋找一檔節目 來振興電視台週六早上的節目陣容 他便聯繫了和巴伯拉動畫公司 希望製作一個以青少年搖滾樂團為主題的動畫 並在裡頭加入解謎元素 然後要喬魯比、何肯斯、皮爾斯 及藝術家高本炎設計出故事人物 最早的概念名稱為謎團五人組 是由五位樂團成員加一隻狗組成 然後讓他們去解決超自然謎團 這個概念也就是現在Skubi的原型 後來喬魯比、何肯斯、皮爾斯 就決定將這隻狗 設計成一隻膽小的大狗 再從大丹犬與牧羊犬之間 挑選了大丹犬作為鼠筆的原型 然後高本炎設計出了Skubi的樣貌 後來為了讓節目更加喜劇化 喬魯比、何肯斯、皮爾斯 放棄了搖滾樂團這個元素 讓他們以神秘事件公司的形式作為夥伴 而主管弗雷德·希爾弗曼 當時因為聽了歌手法蘭克辛納區的 Strangers in the Night 所以才決定將狗主角的名字取叫Skubi 也讓他成為節目名稱 CBS的高管也批准了這個提案 才讓這個節目登上了大螢幕 有看過Skubi的人 你們知道這幾位主角的全名是什麼嗎? 首先是弗烈德 全名弗烈德·瓊斯 在劇中通常是帶頭解開謎團的人 算是團隊中的領導者 戴芬、全名 戴芬、布萊克 團隊中的武力擔當 設定是空手到黑帶 在戰鬥中可以快速的思考 而且很擅長觀察 在很多集數中 還暗示了 戴芬與弗烈德 有著曖昧的關係 威瑪、全名 威瑪、丁克莉 是團隊裡的大腦 而在過去的劇集中 出現了許多的暗示 都指向威瑪是女同志 但官方都沒有正面回應 直到2022年10月Skubi的動畫 第34集 不給糖就搗蛋Skubi中 官方才正式承認威瑪是喜歡女性的 這集一推出 也讓廣大推測威瑪是女同的粉絲們恍惚 最後是薛吉的全名 薛吉·羅傑斯 和舒比一樣是團隊裡的吉祥物 搞笑膽當 他是舒比的好朋友 而他也沒有將舒比當成寵物過 也是劇中唯一一位 於歷代Skubi動畫中都有登場的角色 1979年開始放送的 Skubi 誰來當家 裡頭就完全沒有弗烈德、戴芬 和威瑪的氣氛 直到1980年新的遺跡 Skubi 誰來當家 才有了戴芬的出現 到了1988年開始的新劇集 一隻名叫Skubi的小狗 生命事件公司才正式團聚 那各位觀眾 這五位角色中 你們最喜歡誰呢? Skubi 在1976年推出的劇集 Skubi秀中 就出現了Skubi的表弟 是一隻個性笨笨的狗 另外他還有另一個表弟 是一隻歌手狗 除了表弟 他還有一個表妹 是一隻白毛藍眼睛的狗 再後來還有一隻打扮成小丑 很笨拙的堂熊 以及打扮很高雅的堂杰 而Skubi還有一隻狗兄弟 是一隻白色的打單犬 與Skubi的個性相反 他在任何時候都非常的勇敢 然後還有兩隻弟弟 一隻是戴著方框眼鏡 聰明的狗 另一隻則是眼睛小小 愛看報紙的狗 兄弟有了 當然也少不了姐妹 Skubi還有一個妹妹 是他的侄子 小皮的媽媽 至於小皮的出現 是因為1979年Skubi動畫系列 收視率已經開始下降 面臨到要被腰斬的危機 所以製作組 添加了這位新成員 而從他加入的系列開始 節目也出現了變化 原本劇中的超自然現象 也不再全部都是人為 開始出現有真實超自然現象的劇情 當然收視率也開始回升 但因為小皮PP的個性 也讓Skubi開始出現負面神浪 小皮PP從1988年之後 出了真人電影 就很少在節目中露眠 而鼠筆的父母 也都有在Skubi秀中登場 甚至連爺爺、曾祖父都有出現 這季算是家族大點名的遺跡 說到電影 Skubi的第一部真人電影 那就是上映於2002年 由華納兄弟發行的Skubi 之後還有再出三部續集 下一部動畫電影 分別是2004年的Skubi 2 《怪獸偷跑》 2009年的Skubi 3 《神秘開始》 2010年的Skubi 4 《狐怪詛咒》 以及2020年的動畫電影 《狗狗Skubi》 而Skubi的真人電影一二集 還是由最近話題性十足的導演 詹姆斯·鋼恩來編寫劇本 看來Skubi與DC系列 真的是滿有緣分的 《黑人學集》 近期在HBO MAX上映的Skubi外傳影集 《威瑪》 預告一推出就有滿滿的話題性 這部主要是在講述《威瑪》的起源故事 但其實講重啟還比較實在 起源居然起源到了連角色的種族都變了 首先是《威瑪》 直接變成了印度人 戴芬變成了亞裔美國女孩 弗烈德是唯一種族沒變的人 但個性卻變成了被寵壞的福爾代 薛吉除了變成非洲美意男孩外 連名字都被改成了《諾維爾》 劇中還出現了戴芬文威瑪的畫面 最後再來看一下 是由華納兄弟製作的偏成人像動畫 想到了華納 與他們對成人像的見解 突然又明白了什麼 這部影集我是沒有看過 所以就不再多做評價了 那過去有看過Skubi動畫的觀眾 是否能接受這樣的魔改呢?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有什麼想補充的都歡迎留言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